2009年的春晚中有这么一个小品让观众记忆深刻 那就是赵本山带着小沈阳和鸭蛋出演的不差钱 并且凭借着这则小品 春晚过后小沈阳和鸭蛋都一泡而红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鸭蛋的名气越来越差了 甚至有不少人都已经误会及他了 那么当初一夜爆红的鸭蛋为何现在会这么落魄 对此有不少人表示 鸭蛋会跌落神坛 是因为他被赵本山封杀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鸭蛋出生于黑龙江 家境并不怎么好 因此他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就辍学回家了 并且12岁就开始登台演出上二人传 不仅要挣钱补贴家用 还要替他父亲偿还开二人传剧场赔的钱 但是生活的重担并没有将他打倒 反而让他更加坚韧 他特别热爱舞台 每次上台表演都富有热情 而且鸭蛋还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他的嗓音很不错 无论多难的高音他都能驾驭 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 鸭蛋得到了赵本山的关注 最后自然成为了赵本山徒弟中的一员 而得到了赵本山的指导后 他的演技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于是在2009年 赵本山带着鸭蛋还有小沈阳一起登上了春晚 虽然说当时很多笑点都在小沈阳身上 可是当一旁的鸭蛋开坊 唱出那一句 那就是青藏高原之后 不少观众都被惊演到了 那就是青藏高原之后 也因此通过春晚他一夜成名 而走红之后的鸭蛋 自然也是上演不断 并且还出演了张艺谋的电影 三强拍案惊奇 虽然他并非主角 可这件事 却让鸭蛋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事业也更上一层楼 那个时候的鸭蛋 可以说被不少人都十分看好 那为何后来会变成这样呢 这就要提到鸭蛋的婚姻经历了 鸭蛋一共有两段婚姻 第一段就是和赵本山的徒弟王金龙 当时他们的婚礼可以说十分盛大 赵本山还亲自主持婚礼 这场婚礼那时也引来不少人羡慕 婚后没两年 鸭蛋就生了一个儿子 夫妻二人成功晋升三口之家 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和和美美的过下去 没想到最终这场婚事 也没能熬过七年之痒 第二人最终走上了离婚的道路 也正是因为这场离婚 导致了鸭蛋被赵本山封杀 据传言 赵本山在收徒的时候 立下了一条特殊的规矩 那就是结婚之后不能离婚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赵本山才不捧鸭蛋了 不过话说回来 鸭蛋和王金龙离婚之后 身边的桃花一直不断 赵本山的另一个徒弟 小鹏飞 就曾高调求婚鸭蛋 只是不知道作为师兄的王金龙 看到这一幕之后 究竟作何感想 那对于这件事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